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近日某学者提出一种大胆而令人惊叹的声音 结婚证应该设置7年的有效期到期自动离婚 这样一来许多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驾驶证身份证都有有效期 为什么结婚证不能有有效期呢 学者表示现在的社会离婚率年年攀升 很多夫妻都熬不过青年之痒 甚至一些年轻人闪婚闪离 因此结婚证应设置7年有效期 到期自动解约或者是续约 这样的话不但可以大大降低离婚率 还可以及时更新感情 又能够侧面促进女性经济独立 且再婚需要买房买车 可以拉动经济增长 对此你怎么看呢 再来看下面这条微博 芬兰政府目前正在起草引入新的全国福利项目 如果按预定计划 芬兰将取消一切现有福利改成每月向每人发放800欧元 让人意外的是实施这项计划是为了应对失业问题 芬兰失业率目前处在15年高位高达9.53% 政府提供基本收入将使人们可以接受低薪工作 而无需做出个人牺牲 根据芬兰社会保险局的民意调查 69%的芬兰人支持此项方案 这个项目的最终方案有望在2016年11月前推出 许同网友表示羡慕 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够拿到800欧元 真是太爽了吧 不过有人指出 向贫富不均的人群提供相同的福利是否真的公平呢 可能会自身新的社会问题 你怎么看呢 好了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风点微博 我们下期再会